很快 腿 好像是被什麼 東西輾過去一樣 就有點壓扁了 他在牆上用了血 寫下一行字 我會回來的 他就是躺在床上 然後是趴著 然後看著外面 可是它是全身是發黑的 永遠我們在後面 兄弟後面 聽得到 那個駕寶 我們先介紹翁立友的CD 來 這麼快 終於又見到你了 朱大哥拚命的堅持 對 也是立友跟孔鏘老師 要獻給我們這個 辛苦的打火弟兄 是 也是消防署的這個 消防署的歌曲 真的 打火弟兄 真的很辛苦 大家就是對那個 打火兄弟們 大家多一個尊敬 多一個鼓勵 謝謝 請坐 謝謝 鬼影來自物影中 燈火明滅 起營風又到了 來自冥王星的鬼燈獎 第一棒挑戰者是李昕 歡迎 我這個故事 是我一個朋友名叫小陳 他自己親身經歷的鬼故事 那他當初是在台北 某一個專科學校念書 可是那時候可能十六七歲 青春期都比較叛逆 所以就常常打架 鬧事 然後讓校方跟他父母 都非常非常頭痛 然後那他爸媽就想說 那不然給他轉個新的學校 然後換個新的環境 這樣看他會不會收斂一點 然後他當初就把他轉到了 南部的一個學校就讀 然後校方就給他安排了一間 四人宿舍 可是他進去的時候發現 這間四人宿舍 就他一個人住 然後剛上學沒有幾天 就放了廉價 他想說這幾天 要回台北的話也滿麻煩的 那不如就在學校附近 這樣轉一轉 玩一玩 了解了解環境也不錯 所以他就沒有回台北家裡面 當他第一天起床醒來的時候 突然打亮一下他這個宿舍 覺得怪怪的 因為很髒亂 因為他那個牆上 都貼了很多成年的一些 舊的明星海報 然後還有一些 有的沒的不知道什麼 那些破紙條 或者是一些看不懂 是什麼的紙在牆上 他有一點潔癖 他受不了 他說那不然我就趁放假的時候 把這宿舍好好打掃趕緊 他就把牆上一些 看不懂的東西 該撕的都撕下來了 然後整個宿舍地板也刷了 然後各個可以擦了桌子 什麼都擦了 煥然一新 他覺得很舒服了 然後這個時候時間又有點晚了 肚子餓 他想說那我就出門走一走 然後他去學校附近的夜市 然後晃一晃 然後吃吃東西 然後逛一逛 然後他再回宿舍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晚上靠近 十一 二點的時候了 他一開門 他就發現他那個書桌前面 做了一個新的同學 他想說難道又有新同學 轉進來了 所以跟他分配在 同一個宿舍裡面了嗎 然後他就想 那我去打個招呼好了 他就過去 嗨 我叫那個小陳 那個我也是這個宿舍的 然後那個新同學就淡淡地 轉過頭看了他一眼 然後就說現在快考試了 你也多讀點書吧 不要打擾我 我要多讀一點複習一下呢 然後小陳就想 這應該是個好學生 這麼認真刻苦 然後也覺得自討沒趣 就上床睡覺了 然後他剛睡沒多久 他總覺得 怎麼一股冷風 一直這樣吹過他的臉 一睜眼就發現 他那個新同學 就站在他床邊 一直看著他 然後跟他講說 你起來 他想說這個宿舍這麼大 還有三個床位 你為什麼一定要睡 我這個床位呢 而且是我先來的 他就繼續睡 不想理他 結果他那個同學 就一直在他床前 一直不停地唸 這是我的位置 你起來 這是我的位置 他真的很煩 因為知道他沒辦法睡覺 可是三更半夜 他就不想起來跟他理論 就直接抱著枕頭 拿著棉被 去隔壁床上睡了 然後睡沒多久 他突然聽到有人在哭 然後那個哭的聲音好像 有時候很遠 有時候又很近 在耳邊的樣子 他就迷迷呼呼醒過來 然後轉頭看了一眼 發現他那個新同學 坐在他那個床上 在那邊摸著腿 一直哭 哭泣 然後轉頭看他起身了 他說你快過來幫幫我 我的腿好痛喔 我的腿好痛喔 他就走過去看 發現他整個床 他那個床上都是血 然後腿好像是被什麼 有點壓扁了 然後有點變形 然後他就很害怕 然後他那時候 他新同學抓住他的手說 你救救我... 我真的腿好痛喔 他那個朋友就抓著他的手 一下吐了一大口血 噴在他的身上跟手上 他整個人都嚇傻了 然後奪門而出 然後到處在走廊上喊 有沒有人... 可是要知道那是學校放假 然後宿舍幾乎都 沒有同學在的 就一路的一直跑到 學校門口的警衛室 然後拉那個警衛去他宿舍看 然後警衛到他宿舍裡面 一推門一看 然後完全都一個人都沒有 然後床上的血 跟那個小陳身上的血 也都沒有 然後小陳就跟那個警衛 發誓說他真的 有一個同學在那裡 然後就是 身上都是血 怎樣怎樣的 然後那個警衛就四周看了一下 就問他說 那個牆上的那些符咒 還有一些經文 怎麼都不見了 然後小陳說 那是什麼經文嗎 然後他說我不知道 我都把它撕下來了 他說難怪 他說因為一年前 這個宿舍的 有一位同學 晚上在複習功課的時候 然後複習到滿晚的 他就肚子餓 想說出去買點宵夜 回來吃 所以可是他在過馬路的時候 就被闖紅燈的那個 大貨車給撞到了 對 就這樣就是走掉了 然後但是他從他走掉之後 然後常常會有同學看到 他還是在那個宿舍走廊 像這樣走來走去 或者是你去那個公共浴室 就會看到他在那邊刷牙 洗臉 然後跟他同一個宿舍的 那些室友 也會常常半夜就迷迷糊糊 就看到他還是坐在那個 書桌前面 在那邊讀書 然後有的時候 他會回頭衝他們笑 然後那個朋友聽到說 天啊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怎麼會發生在他身上呢 好了 開學之後 我要校方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然後又再一次的 請那個老師來 然後就把那個 撕下來那些什麼經文 符咒 要重新再貼回去 然後跟他保證說 以後不會再發生這種事情了 我說要給他安排新的宿舍 可是我那朋友真的 心裡陰影還滿大的 就覺得 因為每間宿舍長得都很像 所以他很怕再遇到 同類的事情 所以他寧願多花一點錢 然後去學校外面租房子 也再也不願意 住在學校的宿舍裡面了 我就很不懂 為什麼人會這樣 看到符咒 我想要把它撕下來 你看 對 還是多花一點錢 住外面好了 最好這個 那個一個學生都住 五星級飯店 好不好 這邊有錢 對 爸媽就把你掐死這樣 真的 來 請坐 坐那邊 好 我今天分享這個 也是這個大學生的故事 這個我們叫他陳同學好了 這個陳同學是大三的女生 那在學校裡面呢 這個其實他還滿活潑的 也參加了吉他社 那同學之間 一定都會有那個聊天室嘛 對不對 都會互相傳很多的訊息 有一天他的電話就響了 他一看 同學傳來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寫了什麼 就寫說 然後就傳來一段影片 那這影片裡面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男生喝醉酒 在發火 掀桌的甩 一個甩酒瓶罵人的畫面 他常常在罵他對面 什麼人說 你給我滾開 我不想看到你 就拿酒瓶這樣 拚人命的這樣甩 又闖禍了 那就表示其實這個男生 像這樣發酒瘋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朋友才會看不下去 覺得說你看他 你當初還崇拜他 好 就拍給他 他一看到這個影片 他心裡真的很難過 因為他曾經就是說 非常的喜歡這個 我們叫他A學長好了 這個A學長其實本來在學校 是品學兼優 然後人長得又白白 靜性高高 帥帥的 功課又好 所有幾乎學校的女生 都喜歡他 是一個校草型的人物 他又是他們吉他社的社長 但是從半年前 這學長這個性情大變以後 他就開始 他也怕他 因為他愛喝酒 喝了酒又會摔東西 又會罵人 那他們就慢慢跟他疏遠 現在他變得越來越嚴重 他看了心裡很難過 也很想幫他 怎麼辦呢 突然他的腦子靈機一動說 對 那他應該把這個影片 傳給他的小學同學 看一下好了 那為什麼要傳給他的 小學同學呢 因為他這個小學同學 從小就是陰陽眼 然後小時候那個這個同學 好像媽媽由大家去算命 然後說他有天命 要幫忙處理事情 所以現在他們雖然是 大學的年紀 但這個小女生卻已經是 媽祖娘娘的機身 所以他就把這一個影片 傳給了他的這個小學同學 就說你幫我看看 這影片有沒有什麼奇怪的 小學同學看完這影片以後 就竟然很快就打電話 回來給他囉 就打給這個陳同學 就說 這個是誰啊 這個人很嚴重喔 我在畫面裡面看到了 他身上有另外一個人的影子 所以他應該是被 他夺色的意義就是說 有另外一個領住到他的身體裡了 他說不然這個男生 以前應該不是像現在這種 會丟酒瓶 對 是暴力 不是這種 應該不是這種 他說你這個人 如果不趕快處理 半年 一年之內 他就會發瘋 不然就會死掉 小學同學就問他說 那他有家人嗎 他說其實我以前真的 跟他比較常來往 我知道他的父母 好像在他高中的時候 就不在了 所以他後來是去跟 叔叔 嬸嬸住 他說如果你真的很想幫他 你就去找他的叔叔 嬸嬸 一起出面 因為現在這一個 這一件事情 一定要他一個非常信任的人 來幫他才可以 這個小學同學就跟他說 夺色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靈現在強壓到他身上 進入他的身體之後 他自己被擠壓 他害怕這個惡靈進來 他自己躲在一個 很小的角落裡面 他一直都不敢出來 所以要很信任的人 把他給他 喚醒 對 叫他出來 叫他出來 那媽祖年糧這邊 會把這個靈趕走 但是他如果他自己不肯出來 他還是一個空的 這個靈還是會 還是會佔據他的身體就對了 好 所以大三同學 也很快速地就去找到了 他的叔叔嬸嬸 把他生成八字跟 這個小學同學講 小學同學這個媽祖年糧 這個基身 就幫他選了一天的日子 好了 到那一天 到了公廟外面以後 這個A學長他就突然間 平常他這個喝了酒的時候 他會發酒瘋 會塞東西的 那天他也沒有喝酒 他就開始掙扎力氣很大 然後飆彰化 還好公廟的人來幫忙掙扎 他覺得怎麼在一個 大家不經意的時候 什麼時候這個 他的小學同學 就是媽祖年糧的這個基身 不知道從哪裡就跑出來 就這樣噴了一口水還是 不知道水還是酒 我這個就這樣一噴 就噴到那個學長一聲的 都是這樣 突然學長就安靜 就這樣拖進公廟裡面 就叫他跪在這個 媽祖娘娘的這個 神壇的前面 他就跪在那邊 然後這個 這個媽祖娘娘的基身 這個老師就跟陳同學 還有他的叔叔 孫生說 你們三個就一直要說 你不要害怕 我們都在旁邊陪著你 媽祖娘娘會幫你解決問題的 你要勇敢地站出來 就這樣一直重複這樣講這些話 那這個 這個小學同學 就這個媽祖娘娘這個基身 就一直也是在嘴巴裡面 是念念有詞的 然後就圍著在旁邊 然後有時候講一講 會停下來好像在聽這個 這個學長在說什麼 好像在跟這個學長身上的靈 在溝通 好像在聽他要回答什麼這樣 在進行這個儀式 大概進行大概二三十分鐘 媽祖娘娘的那個基身 就又叫他的助理 拿了一盆大概是朱砂 還有那個筆來 就在這個學長的背後 從他這個腦門上面 就給他畫了一個 大概是符令 還是什麼之類的 又到前面來給他畫 畫完以後 就往他的額頭這邊 就給他點下去 點下去以後 這個同學就昏倒了 當然這個小學妹就很好奇 跟著俗砂 就趕快幫忙問說 那為什麼這個學長 會變成這樣 到底是哪一個靈 他怎麼會卡上這個靈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剛才在問的過程當中 這個奪舍的這個惡靈 是誰呢 這個惡靈叫趙某某 他姓趙 叫趙某某 他是在哪一年哪一月 哪一日在他住的地方 到學校中間的這段公路的 某一個路段上 燒炭自殺的 那這個男的為什麼 要在這裡燒炭自殺 他好像是賭博 然後被人家設計 真狡 就是把他所有的家產 都輸光了 老婆小孩生氣走了 他也覺得他沒有辦法 對他的父母交代 所以他自己過不去 他就在車上燒炭 就死掉了 但是他自殺 死掉了之後 他又很後悔 他又不想死了 他又不甘心 所以當他死掉了 他就一直停留在原地 一直在那邊懊惱 不甘心跟後悔 好 可是他每天蹲在那邊 他就看著這個來來去去 他就看到這個學長 每天上學會經過那條路 他就覺得這個男生好陽光 好好 他好想 變他 變成他這樣子 然後有一天 他又看著這個A學長 過去的時候 這個A學長大概是前一天 沒有睡好 還是那一天的氣比較虛 還是那一天又下雨又刮風 感覺上他好像有機會 可以上 赴他的身 所以他就衝出去 把騎摩托車的 騎摩托車的學長推倒 他就上了這個學長的身 所以學長才會在半年前 騎摩托車出了車禍之後 他整個人就變了 講到這裡之後 剛好這個A學長他就醒了 他就慢慢醒 醒來之後他們就很好奇 就問他說 你怎麼樣 你現在感覺怎樣 他說他的印象當中 就是說他騎摩托車那天 摔倒以後 他就不太清楚 就好像沒有什麼記憶 然後他整個人就 萌萌喵喵這樣子你知道嗎 然後他覺得他在一個 很黑暗的角落 然後他有的時候想要出來 他就後來發現 外面的環境好吵雜 霸佔他身體的這個人 就會像他 究竟學長身體裡的惡靈 對他做了什麼事 別走開 稍後告訴你 然後他覺得他在一個 很黑暗的角落 然後他有的時候想要出來 他就後來發現 外面的環境好吵雜 霸佔他身體的這個人 就會向他甩酒瓶 他就很害怕 他就又躲回去了這樣 然後他聽到這個小學妹 聽到這裡的時候 他就覺得有一點 含毛直樹的感覺 可是看到學長 現在已經恢復正常 他就覺得還好... 還好有媽祖娘娘 還好有他這個小學同學 現在當這個機身 媽祖娘娘的代言人 可以幫忙他處理這個事情 一切都過去了 他也算安心對這個男生 對這個屬如損失 對我交代 也覺得自己做了一件 還不錯的事情 就覺得一切平安過了就好 不是 這種事情真的很難遇 遇到 真的 所以我們要保持 對 強壯的精神 對 來 歡迎金龍 我大概大學畢業到現在 也應該有十五年了 第一次辦大學同學會 那所以在吃飯的時候 大家還在慢慢熟悉 熟悉完之後就有提議說 不然我們就去小酒吧喝點酒 大家說好 甚至還有一些同學 那時候在上班 後來通通趕過來 那趕過來當中有一位同學 我就一直有點 很模糊 就有點認不太出來 然後他就安安靜靜的 可能自己帶了老婆或女朋友 一個女伴 就坐在那邊 就自己乖乖喝酒這樣 我就過去問他說 我想不起來你是誰 你是哪位這樣 然後他講的名字 我想想 是我們以前我們班班長 然後才開始就跟他 就是攀談起來 就喝點酒 那慢慢喝了酒之後 他就跟我說其實他 這最近有發生一件事情 因為他是鄉下小孩 很偏僻 很偏僻的地方 那在那個鄉下其實 大家都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喜 沒有什麼機會跟異性多交往 所以那邊很流行一件事情 就是買婚 老婆都是買來的 那他們家總共有五個堂兄弟 大堂哥要結婚了 也是又買了老婆 但是大家非常驚豔 居然大堂哥買一個非常漂亮 皮膚白 身材好又高挑 唯一缺點就是 神經病 精神有點異常 不太講話 那結婚呢 其實他們在鄉下 有個習俗就是會鬧洞房 通常是會鬧伴娘 那買的老婆哪來的伴娘呢 那怎麼辦 就鬧新娘 就請這個大堂哥跟大婆 就在門外就把門翻鎖 他們四個堂兄弟就 開始要鬧新娘 其實本來鬧洞房有一個底線 但那天晚上可能喝了一點酒 加上這個堂嫂真的太漂亮 而且他們不管怎麼逗他 堂嫂都不講話呆呆的 慢慢就有人愉悅了這個底線 甚至有人開始去碰到堂嫂 那我這個朋友 他說因為他最小的小堂弟 他就一直勸大家說 不要講... 甚至他想說講 他乾脆去開門了 放這個大伯跟大堂哥進來 他正轉上去開門的時候 聽到一個尖叫聲 堂嫂尖叫了 他一轉過來 看其他三個堂哥都彈開來 堂嫂穿的新娘服是紅色的 但是他的下半身也都流血了 就是有點玩過頭了 鬧鬧鬧鬧過頭了 然後但他同時也剛好把門打開 大伯跟大堂哥一衝起來 看到這個場景 怎麼能夠接受 掃把椅子抓起來 就往這些堂衝衣打 把他們就轟出去就對了 就各自回家了 那這個事情之後 也不知道為什麼就傳開來了 那路上大家看到這個堂哥 跟堂嫂的時候 路人就是你知道 議論紛紛 就覺得說好像當天這個事情 其實是很不堪的 一直到有一天早上 這個朋友他就說 他醒來之後 就被大家召集到大伯家 為什麼呢 被堂嫂用剪刀 在這邊戳的一個大洞 血流入住 堂嫂也致敬 穿著當天結婚的紅色新娘服 致敬死在自己床上 兩個就排在自己床上 但是最令人驚恐的是 他在牆上用了血 寫下一行字 我會回來的 一直到頭期那一天 當天晚上 二堂哥過世了 一樣這邊血流入住一個大洞 隔一天三堂哥過世了 馬上就輪到我那個朋友 最小的堂弟 爸爸媽媽緊張了 怎麼辦 趕快去 有聽說隔壁村莊有個神婆 是非常厲害 請他來幫忙 神婆一看這個狀況 就帶著他到那個墳 就開始問世 那中間我就不醉書發生什麼事 簡單神婆就說 人家沒有放過你 他就是不被幫你耍就對了 那怎麼辦呢 神婆說好 我們先回家 回家之後就很簡單 正門口放一個拔掛鏡 他房間就放一個拔掛鏡 然後今天晚上你就睡在床上 千萬不要出聲 發生什麼事情都不要出聲音 如果今晚我們就可以幫你 那我跟你爸媽會在自己 爸媽的房間靜觀其變 他說奇怪 這個 他也想說沒人知道 鬼應該是沒有腳的 拿來的腳步聲 但他很明顯聽到腳步聲 走到他家門口 鄉下四合院嘛 停住了 想說難道 因為這個神婆 除了放兩個拔掛鏡之外 在全家都灑了香灰 各個門口灑了香灰 他說是不是其實這樣就 解決了這件事情 他剛剛想到這邊 砰 八掛鏡 跟他房間八掛鏡 全部碎裂 然後這個碎裂之後 一陣陰風把所有的香灰 全部都吹散 他嚇死了 然後他躲到我的床底下 在床底下 他就看得到他那個門嘛 明明繁瑣的門 就被推開來了 糟糕了 怎麼辦 但是神婆跟他講說 煩不管發生什麼事 千萬不要出聲音就對了 他躲在床底下不出聲音 三分鐘 五分鐘 十分鐘過去 真的都沒事 但是你知道那個動作久了 就全身筋骨 會麻 會痛 他說我轉個身好了 一轉 腳就踹到床腳 他蹦一下 他說完蛋了 那怎麼辦 是不敢出聲 然後就想說 我就往旁邊看一下 結果一看 眼睛是綠色的時候 你是不是在等我 嚇死了 然後就把床掀了這樣子 還好這時候神婆 可能聽到聲音衝進來 一把香味灑在 這個唐嫂身上 那唐嫂一個哀嚎 化作為重音 一天就不見了 神婆說 你們沒有跟我講一件事 你們沒有跟我說 她是穿著紅衣自盡的 因為她那時候穿著 自己的新娘服是紅色的 她說有什麼差 她說穿著紅衣自盡的女鬼 是最兇的 我 我也治不了 而且我現在也不能 不幫你的忙了 因為剛剛是我把她趕走了 等妳找完麻煩之後 她就來之後找我了 後來神婆想一下 結果跟爸媽說 好 把她生成八字給我 結果把我這個朋友 就帶出這個村莊 往山上走 走...結果來到 奇怪 山上居然有一個茅屋 在這個茅巢屋裡面 其實有一個白衣女鬼 我幫妳配一門冥婚 只要她願意跟你冥婚 你這條命就保住了 她說好 那就開始 就在她面前就燒金子 然後把她生成八字也燒下去 開始念念有詞 她說好 你現在 拿了一炷香跟一隻大公雞 進去門口 公雞放了之後 把香點燃 插著 看看變什麼變化 進去造作 這個香點不起來 點不起來 就算點起來燒一半 也斷掉了這樣 神婆說完蛋了 人家不想管這件事情 但是他們在討論過程當中 已經日落了 她也沒得選 神婆說 賭一把 整把香給你 做到這隻公雞 在這晚上大概一晚 我們看看有什麼狀況 其實就賭運氣了 她躲在床上 那床旁邊是一個窗戶 然後她照就一樣 就聽到腳步聲 咚咚咚咚咚咚 走到門口之後 也不動了 忽然她的床旁邊是窗戶 好聽到 咕咚咚咚咚 往上一看 她那個唐嫂整個臉貼在窗戶上 手走來翹那個窗戶 還在笑 嚇一跳 整個往後退 那唐嫂一巴掌 就把窗戶敲破了 然後她就說她真的沒 沒看過一隻手可以伸這麼長 唐嫂也沒進了 她就一隻手 指甲也超長 就往她逼近 她已經退到整個角落 她就完蛋 沒辦法了 那樣死定了 整個想死定的時候 後來她後來覺得好冷喔 氣溫驟降 然後後來聽到一個女生 一聲這樣滾 她聽到女鬼 她滾之後 後來就看到一個白衣這樣 閃過去之後 就把那雙手就打掉 一打掉之後 房間氣溫太低 低到我那朋友就昏倒了 昏倒之後 然後隔天 她聽到公雞叫的聲音 她起來就衝出茅房屋 那這時候神婆也剛好上山 就我想說 昨天發生什麼事情 全部告訴我 全部講完之後 然後那個神婆就走進 那個茅房裡面 然後看一下那個香 這是那一把香是有燒光的 她就開始跟那個女鬼溝通 出來 她就說 真的算妳運氣好 那女鬼本來不想明婚 但是因為昨天 這個白衣女鬼 逗那紅衣女鬼的時候 她元氣大傷 她也沒辦法投胎了 所以她答應這門婚事 她也投胎不了 然後可是明婚就很簡單 那裡明婚就是 你不能在外面亂七八糟 然後我聽到這邊有說 你現在亂七八糟 那你旁邊也戴一個 白衣服的女生 那你怎麼辦 我去怎麼交代 然後我那朋友看著我 妳看得到她 我就不講話了 然後我就跟她說 她是自己一個人嗎 對啊 我說 沒有 可能是我看錯了 因為我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那個白衣服女生一直在看我 隔兩桌 換一個紅衣服女生的背影 也轉過來看我 我想笑給你 我就離開那現場 我就想說 會不會其實那白衣跟紅衣的 根本一直沒離開她 但現場只有 因為我的體質本來就比較 敏感 對 所以以後真的是 看到什麼也不敢亂說的 講完了 我沒有評語 這好可憐 都不敢亂講 對啊 誰知道看到那個 我哪知道 我剛剛沒有聽到這個故事 所以我沒有辦法評語 對 他怕評語會 請投票 一 二 三 希望得票 他們都聽到了 對 來 請換位置 好 我剛剛有一段時間 空白是發生什麼事嗎 是什麼啊 一定毒射 要去看重播 被影響嗎 林醫大王好 歡迎Yuyu 大家好 我是Yuyu 那我今天要分享就是 我之前學校有一個 交換的同學 那他就是畢業之後 就是回了那個 馬來西亞的醫院工作 對 然後他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體質的關係 就是他常遇到一些 很奇怪的事情 那他有一個習慣 就是會低頭邊走路邊滑手機 那有一次他就是 撞到了一個東西 他想說他以為撞到人 然後他就是說 不好意思 結果抬頭 根本什麼人都沒用 有一次就是對著那個 醫院的鏡子拍照 就是拍到這張照片 然後他發現 居然有一個頭 就是這樣探頭看他 然後他那時候就是檢查 廁所沒有其他的人了 所以我想要請問一下 Shana老師 只是我的朋友 他是不是被好兄弟哏傷 那有沒有什麼危害 的確是有一些 不同的感受 但是應該沒有 沒有很劇烈性的危害 為什麼 因為其實 自從我們手機發達之後 我發現在好朋友 冥界有了一個新的現象 但那現象我很難用講 我必須要借用康哥 叫我出去是好 不是 不是 就是 就是你要演一個 你在滑手機 就是譬如說我們可能 在公共場所 或者在等路口的時候 因為他們都沒有辦法 太靠近人 只要你的結界是OK的 他們都會這樣 偷看 但如果你追劇的話 他們就會這樣跟著你走 譬如說你要去吃飯或幹嘛 他們跟著你走 然後有時候我們忙啊 手機會放下 或者是在聽歌 他們就會在原地等你 什麼時候開始按玩 下一步 所以有的時候 偶爾會拍到這樣子的照片 因為沒有惡意 可是因為 我們現在的生活模式 已經不太像以前 常常出去外面聚眾的玩 大部分都是自己跟自己玩 所以好兄弟的模式 他們也會開始跟你一起 看手機 但沒有要幹嘛 年輕人 你們在低頭族啊 你們身邊會很多人 跟你一起低頭 但不需要過分害怕 可是警覺性是要有的 對 來 請坐 謝謝 今天晚上穿著 最時尚的蘿莉塔來了 來 令人頭痛的她 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 是我朋友在外面 租房子的故事 他們那個房子是一個公寓 有四個房間 所以等於是有四個人一起住 然後他們一人一個房間 然後一起共用廚房 客廳這些的 然後搬過去之後 他當然就要去跟每一個室友 打招呼這樣子 然後他就 第一個室友 第二個室友 都有打到招呼了 但是有第三個室友 就是 就是不在 他打招呼那天 搬進去那天就已經不在了 然後隔天還是依然不在 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有一天早上他要出門 出門的時候就發現 那個第三個室友的門 因為之前一直都是關著 那他那天早上要出門的時候 看到他的門就是有點半開 他一走過去 然後就是立刻大殺眼 因為 那個室友 他就是躺在床上 然後是趴著 然後看著外面 可是他就是全身是發黑的 躺在床上的室友 為何會全身發黑 更恐怖的故事 我們馬上回來 那個室友呢 他就是躺在床上 然後是趴著 然後看著外面 可是他就是全身是發黑的 好像已經過世好一陣子 可是沒有人發現 然後他就 而且他眼睛是開著 所以他是跟他走過去打招呼 跟他四目相交 他就立刻打給我 然後狂奔出來說 不知道要怎麼辦 然後當然就立刻 給他報警或幹嘛的 然後因為他那個室友 早就燒探了 然後好像根據警方說 應該就是差不多一個禮拜 燒探一個禮拜 可是他們家沒有人發現 就知道現在台北有多冷漠 大家都沒有在在管 另外一個室友 然後後來就當然只能搬家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可不可以來幫忙 我一起搬家 就離你家很近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很害怕 我們就是還有帶聖經 然後那個手機開始放那個聖歌 然後一邊唸 一邊唸聖經 一邊上去 一開門就有一些紙在那邊飛 我不知道哪來的風這樣 反正很可怕 但我們就趕快一邊唱聖歌 然後一邊唱一邊收一邊收 趕快把東西快速地收完之後 然後搬家公司 就那個搬家公司 就是會立刻把它搬走這樣子 但我們要自己打包 結果我當天回到家之後 我就覺得怎麼這麼不舒服 我的頭很痛 然後我開始一直吐 然後我那天就吃了頭痛藥 然後我就去睡覺 然後隔天早上起來以後 我的頭還是非常地痛 很痛之後 我的額頭還凹了一個洞 這次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邊就是凹進去的 然後那陣子剛好 那有一個工作是要去拍照 然後我就去一個攝影棚拍照 然後那天拍完照之後 那邊負責人就走過來跟我閒聊 你平常沒事 喜不喜歡去廟裡走走 然後我就說 我是基督教耶 我不去廟裡 他說你要去教會也可以 我說你幹嘛沒事跟我聊這個 因為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走過來不是跟我說 你今天辛苦了什麼 他披頭就說 你要不要去廟裡走走 他就說沒有啦 我只是覺得做人就是要有信仰 有信仰的人我覺得很棒 然後我就飄走了 他就這樣這樣就走了 那我想說 蛤 什麼意思 然後我事後還跟經濟人暴論說 我覺得那負責人很乖乖 就很奇怪 然後因為我那陣子剛好 很想要那個考機車駕照 所以我一直都有練習 然後我朋友都有在 就是譬如說 我在小巷子裡面教我這樣子 然後他那天就有跟我講說 你已經練習好一陣子了 你要不要試著去路上 騎直線看看 然後那是一個巷子 可是它是有雙向的 然後我就這樣騎過去的時候 然後因為就真的是 大概太緊張 因為沒有正式上過路 就非常非常的緊張 結果突然間那個龍頭 我就一歪 我就歪到對向了 歪到對向之後 剛好又有一輛車開過來 然後我當下就想說 幹 死定了 就是死定啦 就是相撞 結果後來一撞 然後我就 好像沒事 就是我一撞 我好像沒事 我就是還騎在車上 所以我就想說 應該只是輕輕一撞吧 結果下車一看 對方車子怎麼車頭 就是回掉了 然後我的機車也是回掉了 他們後來就有報警 然後我在等的時候 我朋友就說 我就跟我朋友說 奇怪了 我剛剛就覺得 只是輕輕一撞 怎麼會毀成這麼嚴重 是不是他車太爛了 就是這車 就是被機車一撞 車頭毀掉 車子這樣不行 然後我還在那邊抱怨說 他這排車 我以後不要買什麼的 然後我朋友說 不是啊 你剛剛撞得很大力 而且你還飛出去 因為他那時候是騎在後面 就是看著我 我說我有飛出去 他說你不但飛出去了 然後你飛出去之後 你就是這樣爬在地上爬回來 然後你自己騎到車上去 然後他說 他說他那時候 在後面就想說我在 因為他說 可是我不記得 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然後重點是我的腳上 就是那時候 反正警察做完筆錄 他就叫警察就說 你要去醫院 然後我就說 不用 我沒有受傷 他說有啊 你的腳 然後我一看 我才發現我膝蓋 就是掉了一大 就是掉了一大塊肉 可是我一點感覺都沒有 然後後來腳受傷之後 過沒幾天 我又剛好又去同一個攝影棚拍照 然後我又去拍照了 然後這一次那個負責人 拍完之後 他又過來跟我聊天 他就說 你是不是都沒有去教會 我就想說 你怎麼知道 我想說你怎麼會知道 你是跟蹤我嗎 然後他才跟我說 好啦 他說我必須要跟你講 因為你都這個樣子 他說你上一次來拍照的時候 因為他就是有那個 看著陰陽眼 他說你上次來拍照的時候 我就看到你的頭上 有一隻手 然後黑的 一直按在你的頭上 他說你難道不覺得你每天 你本來都最近不會頭很痛嗎 我就說對耶 我最近很常偏頭痛 可是我一直想說是因為 通天到了 冷風吹 所以我才頭痛 所以我沒有多想 他說你就算不懷疑你頭痛 但你額頭上有個凹凍 你怎麼會沒有想這麼多 你不會想說那個洞場 從哪來的 你居然看得到 你上次怎麼不告訴我 他說因為他是看得到沒有錯 可是他沒有在修行 他說他很常跟人家講完之後 那個鬼就去跟他 所以他那一天不敢告訴我 然後他想說 我都已經講成這個樣子 你應該會去走走吧 他沒想到我就是沒有去這樣子 所以他就說 我這次不得不告訴我 你也趕快去處理 然後他就說 我很怕他接下來會跟著我 你趕快去處理他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好 然後後來我就有去那個 那個教會找牧師 可是因為我並沒有跟牧師說 發生什麼事 我只跟他說怎麼辦 我覺得我最近好像 灌灌得不太順 可不可以幫我祷告一下 然後牧師就幫我祷告 可是我什麼都沒有講 祷告之後牧師就跟我說 我看到你的頭上有一隻手 黑的 就是我什麼都沒有講 可是他看到的是 一模一樣的東西 也就是說 我去幫我那個朋友 收完東西之後 他的室友就跟著我了 到底為什麼 我不知道跟我屁事 然後反正後來那個 我就之後我就非常勤快地 一直去找牧師 然後他就很奇怪 他每幫我祷告一次 我的額頭就起來一點點 這是一件非常邪門的事情 我就算不相信 因為基督其實沒有在信這些 可是我不得不相信 然後後來頭也不痛了 然後後來 再後來又去那個棚拍照之後 那個負責人就來看我 他就說 很好 你有去教會 他走了 我看你要去醫院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認識他 他要跟我陪著 中間比較怪的是 你摔車你還爬回去 然後你受傷你沒感覺 我都沒有 然後後來要賠錢 沒有賠 我也賠錢 我有賠錢 我賠了很大 沒有 沒有賠 我有賠 我不但要賠那個 對方車頭的錢 然後因為機車也不是我的 是跟朋友借的 我還賠了一樣機車的錢 沒有 太保證了 來 別的故事 比較恐怖的請亮燈 一 二 三 真的 來 換位子 是 我真的想知道 為什麼會跟我 對 不能去的鬼山坡 要來傳男生片 我就去交換一個 家族的一個職業 開工 是 哪喝酒哪開工 我告訴你 證明你有讀到一種 比較恐怖的事情 他說以前的時候 務農的 他們自己都就是 很專心的日出而作 日落而喜 然後那個 小孩子生出來 其實也就是野放 對 對不對 但是他就是 牽膠帶 彎膠帶 那個半三腰那個 尤其整片竹林的那邊 雜草重生的那個地方 不能去 小孩子就是這樣子 要消 就是大人越說不能去 他就越要去 大家成群絕對就有膽量 就跑到那個半三腰了 然後到那個半三腰的時候 那一些小男孩也覺得 也沒什麼 就開始覺得無聊 就抓那個貓貓蟲 就放在那個女生的身上 小女生是不是 在撞堤 小女生發現都會開始 開始哭嘛 哭著回去找媽媽 就跑回去了 那那一些小男生 譬如說包括我倫竹 他就說 就繼續去探險 探險走走走的時候 倫竹林就向他 去撞到一個東西 撞到一個軟軟的 軟軟的 垃圾垃圾的我看 那一隻那個 那個紅子就是那個洋娃娃 洋娃娃 髒髒的 但是小小隻 他就想說 該不會是剛剛被我們捉弄的 那個那一些小女生 其中一個的玩偶 他想說這稍後 拿回來把它撞到 再跟他怕一下 很快就天黑了 越晚他們就越害怕 因為在那個草叢裡面 都會有那個發亮的東西 帶頭的那一個就說 我們現在趕快 我們大家來數一二三 我們拔腿就跑這樣子 一二三 衝 衝 衝的時候 我那個姊姊腳中筋 人家跑不去 你就知道 大家怕死 衝多快 然後沒看到人 等我啦 這樣 這個時候 怎麼都沒有人 鄉鄉 鄉鄉我們這個 會後面 行李後面 聽到 這個 這個噪音什麼 的 他就慢慢... 慢慢的轉頭 他看到一個小女孩 他的眼睛是看不到眼神的 青光 然後臉是白的 這個時候 他不管他找 三步做兩步走 拚命的跑 邊跑... 走... 走回去 剛剛好 說他就是在山上去看到拍片就對了 他老闆就跑去 他就頂著拿去 開始笑 叫你不要去 你不在那邊 死你了 不... 還有誰跟你們去 就誰 譬如說阿中黑狗的山 那個小孩 說 都去問 結果大家都... 我們好像山上 就是這頂小孩回到家 就開始怎麼樣 開始這樣 對到那個... 頭疼答答 都去問 結果大家都... 我們好像山上 就是這頂小孩回到家 就開始怎麼樣 開始這樣 對到那個... 看到那個空氣頭疼答答 撒笑 捕捕這樣 稍微流流流 傻聲...就對了 快點 找我們鎮腳 鎮頭裡面 那個... 那個老的那個山公 那個坐飛的那個山公 那道行很深 那個山公 就趕快拿牛角的樣子 啵啵... 就開始熟熟黏 不知道黏什麼 黏黏就開始做法了 他就說 你們整頂 稍微等 我帶你們去 帶你們去山上 那大人都要對 就是 再回到原點 叫那些小孩 都整個 整個就對了 為什麼 要把那個爪子怎麼回事 因為呢 在二三十年前就是 那個半三腰 有一戶人家 然後呢 一對夫妻的第一胎 然後可能是那個媽媽 在生產的過程 那個擠壓 壓到那個小孩子缺氧 所以會出來就自能障礙 自能障礙就不用讀書 可是跟一般的那些 健康聰明的小孩 他們就會捉弄他 會會玩 敲不及他 拿那個爛泥巴 丟他 沒他 那個女生就會 那個小女孩每次都 被他們欺負到哭 就後來越來越自卑自閉 結果就是 有一次就是那個小女孩 他就自己躲到 那個山坡上面一個 可能是一個小山洞 但是呢 當大家發現他 他已經在山坡下了 咳嗽了 大家想說 他可能是摔死了 摔死的時候就是 對啊 怨氣 那個怨氣還在 沒想到經過二三十年後 這些小朋友再上去 他就是看到 然後 又一樣 歷史重演 你們又捉弄小女生 所以他就是要 換 你們捉弄 我現在是鬼了 換我捉弄你們 讓你們嘗一嘗這個滋味 生氣了 對 原來是結婚 就是也是以前 就是跟那一群小男孩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所以但是結婚的孩子 不敢那個 所以結婚在打的時候 在打他們孩子的時候 打我們一個 死去拿保險 心裡面是說 夭壽了 二三十年還不去投胎 好可怕 像這樣 好帥 來 頂頭票喔 今天故事比較恐怖 請亮針一二三 好像沒有頂到頂 對啊 要過關了 來 過關 有禮物 有 籃球場好不好 來 就是沒什麼事 誰要跟鬼鬥牛 請坐喔 來 還是跟各位講 就是說要多做善事 千萬不要與人為惡 你會得報應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聽 這個非常好的歌曲 為我們的大火英雄出身的 拚命的堅持 再接受到 補充 哪儿 妳會報應 妳會報應 我咋 妳會報應 讓我們 一集 瘋 啦 我的 你們 我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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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咋